4月28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海南偶遇沈腾的视频。 视频中的沈腾头戴灰色鸭蛇帽,身穿黑色袖鞋短袖,下身搭配了一件花色布袭短裤,脚踩一双拖鞋,正坐在一辆观光车上休息完手机。 据网友在视频中介绍他,沈腾这次是来海南买房的。 不过网友发现,沈腾虽然在视频中的形象略有邋遢,但露珠的腿十分抢劲,调侃沈腾原来还有一双大白腿。 而在另一位网友晒出的视频中,沈腾还是同样一身休闲装扮,但反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,不仅非常多还都齐刷刷是一副正装打扮。 旁边两三个寿楼小姐不停地为他介绍,前夜似乎还有几个领导在引路,一行人前呼后拥着陪沈腾进了寿房中心。 沈腾则一夜前是放松地随意摆着两个手臂,看起来老大爷子太十足,与旁边严肃认真的工作人员,形成了鲜明对比,让不少网友吐沈腾出行排场。 那,就在前几天,还有网友在三亚偶遇沈腾流洋驼,光是看文字就觉得十分好笑了,果然是生活在出其不意里的沈腾。 沈腾最近在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中的表现,同样非常奇特,话题度不断。 在节目中和关小彤模拟直播大货时,不仅自信满满地给关小彤大秀自己的化妆天分,而且还给口红添上了自己独创的遮掷功能,让观众横腹大笑,这户沈腾的化妆手法太奇特。 出道至今,沈腾平洁自身的喜剧天赋,这观众带来了不少欢乐,即使是般愁作怪,也让人讨厌不起来。 这样的人格魅力,也很让人羡慕了。